行政长官梁振英发表任内最后一份施政报告 在案劳方面提出最多新政策 他表明不会推行传闻退保 会为贫困长者提供高额长者生活津贴 又会放宽资产上限 至于争议多年的强积金对冲 建议逐步取消 但雇员可获的遣散费和长期服务金 计算比率会减少 卖土地方面梁振英提出要思考 是否开发郊野公园边随用地建屋 他在这份告别作 说自己的竞选承诺已经全部落实 又两次提及香港完全没有独立空间 市民有义务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有聂佩林报道梁振英怎么说退休保障 退休保障是不是不论贫富人人有份 梁振英在任内最后一份施政报告表明立场 长者有不同的退休需要 部分人需依靠社会保障 部分人只需要一些生活津贴 其他人就能够自吸自足 因此退休保障不应一刀切 如果政府不论贫富地 向所有长者提供华一的退休金額 只会分薄有需要长者可以得到的支援 不推全民退保 政府建议在现在对长者的三层社会保障之外 加多一层高额援助的长者生活津贴 资产少过14万4千元 65岁或以上的单身长者 和少过21万8千元的夫妇都合资格 每个月可以拿3435元 金额和长者纵援一样 预计超过36万人受惠 原本的长者生活津贴 资产限额也会放宽 单身长者资产少过32万9千元 夫妇少过49万9千元就拿得 估计有12万7千个老人家 可以由生果金和双残津贴 转拿奖生金 我觉得这个资产审查是上限三十几万都是很可悲的 如果一世人做事只得了三十几万的所谓强积金 然后你又说连三十几万都要资产审查的 那你根本是大部分人都已经是拿不到的 实事求是 林郑英做了一些好事就说好 就是他解决不了 其实退一保障好或者强积金对冲 其实他都没解决了问题 不过政府就答应用多点钱 好像舒缓一下这个问题 长者生活津贴多了人拿到 但是长者纵援申请资格就收紧回 要65岁才拿得 明年下半年实施 消息说因为很多长者福利政策 都是65岁才受惠要统一回 而且要配合人口政策 延迟退休年龄 我们认为是一个严重的倒退 因为那里是影响着 有需要的长者每个月的收入 它是会少了三分之一 而且因为长者纵援 其实是连带很多的附加的津贴 比如一些医疗的津贴 这些全部都是长者 在生活上是极之需要的一些支援 至于现在拿长者纵援 子女要签衰仔子 说明自己没有公养父母 今年第一季开始不用再签 消息说政府推出高额长者生活津贴 和放宽奖生存的资产限额之后 政府第一年的经常性开支会多65亿 而未来十年 每年平均要花多76亿 政府的财政承担得到 不用额外加税 有线烈士记者聂佩龙报道 施政报告亦提出 逐步取消产极释金对冲显散费 头十年政府会补贴 雇主部分额外开支 陈妖中报道 逐步取消以强积金对冲显散费 这个承诺在他任期结束前半年兑现 政府会划线 某年某月某日之后的雇主供款 不可以对冲 之前的就有豁免 未讲这个日期定在几时 日后显散费和长期服务金的计法会改 由现在以年之乘以月新的三分之业 下调到一半 不得再对冲 等于雇主要真金白银 出多些显散费或者长服金 额外要给的部分 头十年政府会分担一些 做法是先由雇主电支 再向政府实报实销 不过补贴的比例会逐步减少 政府预留了60亿 但如果十年内提早洗晒 不会加码 由于雇主要撥备 政府预计未来十年会收小180亿税 到第十一年没了补贴 可能收小26亿税 而且损失会持续 方案一出社会怎么反应 这堂人就是缩影 右边是两个老板 左边是被人对冲过的打工仔 当然有帮助 之前我被人对冲了两次 户口都不见了差不多半年 对冲了一次 感觉就是从我银包拿20元出来 然后我还给你 那对我们雇主到时又要另外 是不是要拿另外一些权出来呢 是不是政府逼我们要年半逐一次约 去政府请人呢 讲讲下连雇员都担心 合约之后怎样呢 合约员工啊 大家都是变了年半年半约 不会永远而已 有一个长约的 其实政府是应该持两个基金 自由党表明反对 担心引发解雇潮 觉得政府是卖了我们的猪仔 经文联也批评 政府违反当年承诺 工联会就认为方向正确 政府来近三个月 将会咨询商界、劳工界 强职金受托人等 今年六月底之前 会敲定详细方案 有线迪斯记者陈耀宗布团 房屋土地政策方面 梁振英说 楼价高是严峻的民生问题 源于地价季 以及可以用作房屋发展价用地短缺 他提出要思考开发 郑野公园边常用地 认为社会要打破 或地围路的旧观念 胡国威 香港楼价高 租金贵 扭曲了价值观 不少人的目标就是 尽量赚钱 买楼、供楼 青年人、选科和责业 都要向钱寒 多次调控都未能解决上车栏 梁振英继续提出要增加土地供应 楼价高和租金贵 并不是由于建筑费高 而是由于地价贵 是规划作房屋发展用的土地短缺 只要我们肯打破 挖地围牢的旧观念 我们就可以增加土地供应 他说本港四成土地都是郊野公园 相当于住宅地总面积的六倍 城乡郊野的发展密度差异越来越大 首次表明要思考利用郊野公园 也应该思考利用郊野公园内 小粮 生态价值不高 公众享用价值较低 位于边随地大的土地 用作公营房屋 非牟利的老人院等非地产用途 这是关乎下一代福祉 值得社会认真权衡得失利弊的议题 但短中期可以做的 就是增加改划25幅 在元朗和北区的绿化地 和政府社区用地 预计2019年起的5年 供应超过6万个单位 8成是供应房屋 又透露明年会有4400个居屋推出 是重推以来最多 对于仍然被批评做得不够 他这样回应 制定了8万5 房屋供应政策的时候 开始的时候 大家仍然说不够 太小太迟 楼价大跌的时候 大家就说你做得太多 力度太猛 在过去5年时间 是做得不够的话 如果有一天 楼市重现 97、98年那种情况 大家不要说 当时的梁振英特首做得太多 有先电视记者 胡锡威报导 梁振英特首提出 将西九文化区 住宅、办公室和酒店发展权 全权交给西九管理局 管理局可以和私人发展商合作 梁振英强调 西九不是地产项目 消息指改变营运模式 不用立法会通过 立法会议员批评 做法令到西九成为独立王国 梁振英报导 西九文化区一直的财务安排 是有卖地收益 钱归政府 国外政府不断强调 这个不是一个地产项目 西九不是一个地产项目 施政报告提出新财务安排 原本属于政府的酒店、办公室 和住宅发展权 全部交给西九管理局 管理局透过公开招标 和私人机构联合发展 再摊分收入 管理局可以有钱用来营运 和融资起设施 消息说摊分比例未定 消息说西九未来会批出多块地 给发展商营运和兴建 年期批多久未知 但一定要够长才吸引到人投资 土地业权会永远归政府 不会卖断 项目又会分拆招标 不倾向批给单一发展商 当然不是一个地产项目 例如汽谷中心、M家等等 这些都陆组落成 这些都不是地产项目 但我们需要有一些酒店、商场等等 来支持整个西九的整体发展 管理局作为一个公交单位 它有任何和商界方面的交往 包括将土地批租出去 和发展商合作等等 它一定要本着一个向公众交代的原则 消息说只是营运模式转变 不用再过立法会 之前将整个西九推倒 从来正正是因为市民极度不满 将西九变成一种官商勾结的平台 谁知现在即使由西九管理局 又是旧调重弹 由西九故宫博物馆到现在 今次的财务安排 其实正正正告诉大家 政府和西九管理局刻意绕过立法会 是不希望立法会阻头阻势 他担心西九会变成独立王国 有线电视记者刘感辉不道 梁振英在告别作中 说自己的竞选承诺基本上全部落实 由两次提及香港完全没有独立的空间 他表明日后会继续在不同岗位奉献香港 斯乐秋活动 两年前率先在施政报告点评港独 两年后再次出现在施政报告的隐言和结语 香港完全没有独立或以任何形式分离的空间 香港的高度自治 是按照基本法规定的自治 不是完全自治 不是随意的自治 也都不是任何其他形式或者程度的自治 在复杂的国际关系中 每一位香港市民都有义务维护国家主权 安全和领土完整 最后一份施政报告 是他任内篇幅最长 段落最多的一份 今天我竞选政纲的承诺 基本上已经全部落实 而告别作的封面 封底都有特别意思 维港日境壮丽 夜境摧残 标志着一代又一代 香港人务实 进取的奋斗成果 日后我会继续本着 对香港国家的热爱和担当 和七百万香港人一起 继续奉献香港 奉献国家 多谢各位 一句继续奉献 是否等于2022年有机会再选特首 你有没有一个这样的计划 或者你会不会跟香港人承诺 你不会再选特首呢 拜托 我为香港人承诺 过去五年总算为香港人做一些事 在未来的时间里面 我会在不同的纲位 只要香港用得着 只要国家用得着 我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来继续为香港人做事 有线电视机 者是乐秋不道 梁振英在记者会上表明 不评论下届特首参选人 但是主动提起 前财政司司长曾俊华 任内曾经全民派六千元 当年派六千元的时候 人人有份 我那六千元到今天没拿 我那六千元到今天没拿 还在库房 我用我不需要用那六千元 所以这是一个理念的问题 我认为我们以有限的资源 我们应该照顾社会上 有需要照顾的老人家 我为什么要去分薄了一些 执纸皮执铁罐的老人家的钱 施政报告建议 将湾仔运动场改头会面 由于鄰近会展 会用作展览场地 同时提供潮换康体设施 例如是泡泡足球场 和室内滑雪场等 入望晓瑩介绍一下 有38年历史的湾仔运动场会大变身 政府建议最快2019年发展为多层设施 其中一个用途做展览 消息指政府考虑到区内有其他运动场 但近会展的展览场地一直都不够 施政报告引顾问研究显示 2028年旺季 会议展览场地会短缺13万平方米 所以要做好中长期扩展规划 选址同时会发展潮换新穎的康体设施 据了解 当局想着有泡泡足球场 室内滑雪场等等 这个占地2.7公顶的运动场具体用途会是怎样 留待贸化局做可行性研究 政府会咨询湾仔区研会 施政报告也都敲定用200亿大量增加体育设施 未来5年在各区增建或者重建26个康体设施 最快2022年重建大球场 有线电视记者黄晓瑩报道 而施政报告的其他新游由施乐秋讲一下 原本70岁先用得的长者医疗券 降到65岁就用得 会多40万长者受惠 继广东计划后再推出福建计划 在当地养老的5900个长者都拿到生果金 又推广钱跟人走 长者社区照顾服务券 同院设住宿服务券都会加推 教育方面9月起 政府一筆过拨1亿2500万支援 教宗市 每间小学10万中学15万 也会资助中学教师去海外 三个月进修或体验 期间照出量 教育局分三年 选150个教师参加 资助学生独指定科目的 字纸学士课程 名额加到每届3000个 发展经济方面 电影业有新游 未来三年 每年资助10个电影人去海外深措 又会组团去伊朗 印度等宣传来香港拍戏 交通基建落实兴建东九龙干线 由油麻地去九龙湾五分钟就到 最快上半年向立法会申请撥款 连接元朗南到北大鱼山的11号干线 会做可行性研究 要做30个月 有先电视记者施乐抽不到 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 同意最低工资水平 由32.5调升至34.5 但有待立法会通过 最低工资委员会 根据政府统计处的数据粗略估算 今年上半年 赚取每小时工资低过34.5的雇员 有7万4千多人 占全港雇员人数2.5 委员会相信 调升法定最低工资至34.5 会增加大部分雇员的收入 推算企业整体薪酬开支 会额外增加大约6亿6千万 增幅为大约0.1 委员会相信 影响是大部分行业 包括中小型企业可以承受 稍后回交落法会审议 预料可以在5月起实施